我有特异功能绘画及摄影作品增见比赛 即特教影像展活动 15号是在花林县文化局美术馆举办 颁奖典礼以及开幕的茶会 县长徐真卫除了亲自颁奖表扬得奖者之外 也逐一的欣赏展览中的每一件作品 更仔细的聆听作者创作的历程 他赞赏特殊孩子们勇于展现自我 挥洒创意 也更期许孩子们能够持续的发光发热 展现生命的活力和韧性 我有特异功能绘画 以及摄影作品增见比赛 及特展影像展 15号在花林县文化局美术馆举行颁奖典礼 开幕茶会 影像特展结合花林县的年度盛事 全民运活动 增见比赛主题为快乐运动时光 让参加学生们呈现运动的美好时光 经验以及回忆 以持续推广运动的优点 并且鼓励学生们建立良好的运动习惯 另外一个主题可爱是以看似抽象的词汇 但在学生身后的创意语言之下 也有许多令人经验的作品 好像会用这个阴影 然后对照 那个我真的觉得不是我们平常人 而不是像我们这样子可以做的 所以我第一个我刚才听到我们 玉东工国中的老师说 玉东工国中的老师分享 我真的要谢谢所有的老师 愿意让孩子有机会 愿意让孩子来加入来参加这个活动 因为有一个想法 有一个想法一个政策 但是要推动的时候 必须终结有很多人去把它 去互相合作完成 然而这个互相合作完成 因为有老师的协助 才有孩子的参加参与 更有家长的赔利 我想这个每一个方面都很重要 而特教的孩子 其实就是一个天使 就是一个上天是以他 一个特殊的任务 让我们知道 其实让大家也知道生命的可贵 这件比赛分别为绘画以及摄影两组 共有学权国小以及国中特殊需求 学生创作的421件作品参赛 参赛剑术教往年增加白语剑 11月中旬顺利完成评剑 其中有学生运用摄影记录 同学练习12人13角过程的作品 有表现制的棒球赛 篮球的绘画 还有许多呈现身边可爱人事物的创作 得奖作品是渐渐精彩 接着教育华特朗